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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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还要打击了这个世袭官僚的这些势力 所以呢他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得到氏族的支持 但是呢却遭到权豪的反对 却遭到所救势力 还有所救大臣 以及宦官还有樊政 这些人呢一股脑地反对他 那这个呢 有一个宦官呢 叫做呢这个 居文真 居文真呢 他觉得自己这样不行 所以他就逼迫唐顺忠 要把唐顺忠把他的地位呢 传给他的儿子 就是唐献忠 那唐顺忠本来就不太想到皇帝了 所以在这宦官的逼迫之下 所以他就把地位呢 善让给他的儿子 就是唐献忠 想不到唐献忠一当政之后呢 这些原来的救势力 又再度拿到政权 所以这时候呢 因为刘雨昕呢 他被认为是永真革行的重要角色 所以呢 他就被扁刺出京 这一次扁刺出京呢 他整整在外流浪了大概二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呢 因为他 他当时的被扁的 当作这个地方官的司马 司马大概有八个 全部被扁的司马 原来是司马是比刺死还要更低的 位界的官员 所以当时有所谓的唐忠叶的巴司 他其实是一个失败的革新运动 那这个刘雨昕呢 他被扁了河洲赤子 后来没有多久 又被扁了河洲的司马 所以他在河洲这个地方 在河洲这个地方 这个一方就是晃了十几年 一方就晃了十几年 然后他居住在河洲的 河洲大概是现在安徽省 安徽省的河县 在那里他居住了一个简陋的房舍 简陋房舍 所以他就写了一个陋世明 那这个陋世明非常有名 很多中国人都听过这个陋世明 其实呢他也不是很常 他就讲了 终篇来念几句话给各位听了就知道 他叫做山不再高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有龙则灵 失事肉事唯无得羞 台横上街历草色入年庆 谈笑有红乳往来无白定 可以调树琴月琴经 无失足之乱 无暗读之劳行 南梁诸葛如 西俗子云亭 孔子也何漏之有 这个陋世明 其实很多中国人 很多都会把他当作座右铭 当作座右铭 特别是前面几句话 山不再高有仙则灵 水不再深有龙则灵 那这几句话很多人都很念 这是刘一席 那刘一席 刘一席呢他也是个易经大师 他也是易经大师 那这一首陋世明 几乎所有中国的读书人 大概都能够听过 如果翻成了现在语文 其实非常简单 他说 山并不在于他是高 只要有神仙居住在上 他就会出名 所以山不再高有仙则灵 那所以也不在他的身前 只要有角龙般的龙潜藏在这边 有龙则灵 那这个水就有灵性 他说 虽然我住的是一个简陋的龙子 但是我的美德却传遍了天下 这里可以谈奏施主 无法的琴 可以阅读佛庆 因为刘一席是佛教徒 可以阅读佛庆 没有因为可以扰乱听觉 也没有公文暗读 让自己劳神会信 这里就好像南梁诸葛亮的草炉 又如同西属羊熊 西属子云田 不是赵子龙 他是羊熊的字号 西属的羊熊 羊熊所住的毛亭 正如公子所讲的 河露之友 意思是自己的 蛮自得其乐 那刘一席的先人 据说是汉朝的宗室 他听说是汉景帝的 他自己说 他是汉景帝 贾富人之中的 中山靖王的子孙 所以他自己认为 他自己是汉朝的后裔 那他说他 后来到北魏时期的时候 他的父亲 跟着北魏孝文帝 迁渡到洛阳 所以后来他就住在洛阳 那父亲呢 当时因为发生安死之乱 所以父亲呢 就迁居到苏州 所以刘一席 大概是在 从洛阳到苏州 这段时间出生 他出生的时间是唐代宗 唐代宗 供应期了 其实这一年是 唐代宗的大历七年 他的父亲 他的祖父啊 都做小官 都不是很大 都做小官 都做小官 那这个 所以呢 他从小呢 刘一席 从小就非常聪明 而且他的诗文 他就涉獵非常广泛 涉獵非常广泛 所以呢 他非常会做事 例如说他跟白居玉 他跟白居玉 他跟白居玉 并称 所以跟白居玉 叫做劉柏 所以都是在 写中国文学的 写诗 就叫劉柏 劉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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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白居玉 那另外 他又跟柳中原 其名 他跟柳中原 韩律大概都同一世代的人 劉宜柏 他的特别之助就是 他曾经跟柳中原 跟韩律 一起做好官 也就是他们一起被秉官 一起被秉官 所以呢 他跟柳中原 他号称劉柏 劉柏 所以这个人的失明 还有文明 非常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其实呢 劉宜柏 他的论说文也写得非常好 那论说文里面 他特别对益青 深入研究 他提出了一个 就是他提出了一篇文章 这篇叫天论 天论 其实是他人生的一个经历 人生经历 天论呢 他其实是宇宙论 如果我们翻成现在 宇宙论 他认为天命跟天论 天跟人之间 天跟人之间 他说交相圣 交相圣 还相用 交相圣 还相用 他说如果法大行 就是大到大行的时候 法大行的时候呢 法大行的时候 社会上呢 就是是非公正 是非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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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成平时代 如果是一个圣人当之的时代 就法大行 法大行的时候呢 社会上都充满了公义 是非正义 是非分明 他说如果是法大 法不行 或者是法大词 词是松弛的词 法大词 法大词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法令 大家都不遵守法令的时候呢 他说社会上是什么 是为公事 非为公非 就是是非颠倒 能不能胜天 也就是他认为如果是这个社会上 如果大家遵守法规 那这时候呢 是非正义都非常清楚 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法规 不遵守天道 不遵守天道 那这时候呢 就是是非颠倒 他说人的霍虎跟天命的路 他是走不同的路线 他说天命的宇宙的形怀 跟人的命运无关 他有一个人 跟人命运无关 人的命运呢 人的命运是走人的命运的路 人的命运跟什么有关呢 跟法大行跟法大词有关 如果法大行的时候呢 就是非分明 人们都非常有正义 那如果法大词的时候呢 就公 就是是非不分 是非不分 那如果是非不分的时候 会不会改变天的营作 他说答案是不会 答案是不会 所以呢 他认为啦 天是走天的道 人是走人的道 人是走人的道 所以如果是法小词的时候呢 那法小词的时候 社会上呢 就是是非不清楚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也代表了 当时的思想 其实这种思想 可能我们现在来讲也会有啦 例如说 一个国家如果法治昌明 大家就是说 是非非常分明 如果法治不昌明 这个法令不行 大家都投机取巧 那这样当然是非不分 当然是非不分 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他就写在他的这个天论 他就写在他的天论 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一个公 然后再一个也 这个是表示公松开的意思 所以法大词 法小词的意思 就是说法规啦 没有人出手 或者法规呢 行动虚设 行动虚设 他用法这个概念 来解释天命 他说天命的产生 法大行跟法小词或法大词 其实呢 并不太有关系 人事之间的是非啊 如果法大行的时候 人的是非善恶 都分得非常清楚 如果法小词的时候 人的是非善恶 就变得模糊了 那如果法大词的时候 那人的是非善恶 就完全颠倒 而他的时代呢 就是法小词到法大词的阶段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乱象之前的准备 他在天论里面 他写了三篇文章 写了三篇 总共有三篇 大概都宣量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样的概念 那有人认为 他说 他认为 他说天理地之间 还有人理之间 各有各的特点 各有各的特点 都是独立要存在 独立要存在 他说佛家 佛家的空 他的佛家的空 并不是真正的空 他的空其实是一种物质 所以他认为空也是一种物质 而这个物质呢 就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 那刘雨昕他是佛教徒 所以他自己的体会 他说佛家的空 并不是一无所有 佛家的空 也是某种存在的物质 而这个物质 就叫做空 所以他是一个特殊的物质形态 所以他说 在空的发展当中 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当中 动植物跟人类 动植物跟人类 都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产生的 也就是天地阴阳之气 它的顺或不顺 它基本上来讲 它改变的人究竟是法大词 法小词 法大词的时候 人的是非颠倒 法小词的时候 人是是非不分 那如果是法大词的时候 那就是是非三的都非常清楚 所以他认为是这个社会的发展 有一个客观的规律 特别规律 就能够建立彼此之间的天人关系 他说天有天的职责 人有人的职责 自然有自然的职责 而自然界的职责在于还饮万物 那万事呢 在生长 在健壮 还有在衰老的过程当中 他说是遵循的 强盛弱败的竞争现象 那人呢 是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资 还有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种材料 来进行各种的生产活动 那像自然界呢 谋取人们所需要的各种的生活用品 他说天之所能者 生万物也 人之所能者 致万物也 天之所能就是生产各种资财 而人之所能就是致万物 致万物 所以他说啊 这个致万物跟这个生万物 都是互相不能干涉 都是互相不能干涉 所以有人认为刘雨昕的这个天论 有点是这个 有点是无神论 或者是唯无主义的事项 有点那个样子 那刘雨昕呢 在三十岁左右 他调任了这个金兆寅的 蔚南县的主部 在这蔚南县主部之后 然后没有多久 他就被调升到监察医师 当上监察医师的时候 他是认识他好朋友 一个叫韩玉 一个叫柳宗元 他在韩玉跟柳宗元 关系处得非常好 那他们也一起来讨论文章 讨论最重要的文章 叫做《变异六九论》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 这个益经里头 以六当作阴谣 以九当作阴谣 刘雨昕他跟柳宗元 还有跟韩玉 彼此之间曾经做个辩论 这个辩论说益经的六九论 这益经为什么九是阳谣 代表阳谣 六代表阴谣 他有提出他的一个看法 幸好刘雨昕的文章 还继续留下来 所以我们知道刘雨昕是在这里头 我们知道说 为什么益经里面有六有九 可能去由来很久了 但是真正来讨论说 为什么益经的阴谣叫六 例如说第二谣是阴谣 我们就叫六二 那第三谣是阳谣 我们就叫九三 为什么叫六九 他写的影片我们知道叫六九辩 一六九辩 辩议六九论 辩议六九论 那辩议六九论 讲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下次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知道呢 这个三个人 包括韩玉 包括刘仲元 还有包括刘雨昕 他们对于历史态度不一样 历史态度 就是对历史史观的定位 历史的规则 他们有一些辩论 台湾中兴大学呢 有一个中文研究所 一个研究生 这个名叫何明峰 何明峰呢 写了一篇硕士论文 就是刘雨昕论说文的研究 那各位好朋友 如果想要知道刘雨昕 跟韩玉 还有跟刘仲元之间辩论 你可以去找这篇硕士论文来看一看 中兴大学 台中中兴大学中文研究所 以何明峰同学所写的 柳雨昕论文的研究 这是非常 我认真地看一下 写得真的相当不错 而且相当不错 所以有些学朋友 可以到国家图馆去 把这本论文借出来看一下 其实也不错 然后他认为 这个九阳六阴 前卦为什么一窑有三十六尺 昆卦为什么一窑有二十四尺 他也提出解释 我们知道在大眼之处里面 他讲了一段 他讲一段 原来他前测有二百一十六尺 然后这个昆测呢 昆测呢 他有一百四十四尺 当然这就是最早提出的就是说 这是刘雨昕 刘雨昕他说 前卦为何一窑有三十六尺 一窑有三十六尺 因为前卦一窑有三十六尺 所以六乘以三十六 所以前卦总共两百一十六尺 然后这个昆测呢 昆卦呢 一窑有二十四尺 二十四乘以六 所以呢 他有一百四十四尺 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医学家们 他们对这个 要怎么样去计算这些东西 都有自己的看法 那刘雨昕大概在三十岁左右之后 我们更知道他参加的这个永征革新 在永征革新的运动当中 虽然很短暂 他也有一段的高光岁月 但是时间不长 时间不长 因为呢 这个唐顺忠把他的地位 在犯官的压迫之下 传给他的儿子唐献中 使得这个 使得这个改革 一夕之间瓦解 所以刘宗元 韩律 还有刘雨昕 通风被扁 但是因为 韩律跟刘宗元 都是唐宋巴拉家之一 刘雨昕不是 刘雨昕是诗人 他叫诗豪 他论文写得不错 他的论说文写得不错 只不过是写得非常少 这也是 我们跟大家分享 他最重要的两篇文章 一篇叫天论 一篇叫做 辩六九一 辩议六九论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文章 我们现在 我们再顺便说一下 刘雨昕这名字由来 语是大理的 据说刘雨昕的父亲 叫做刘旭 刘旭 刘旭显然对刘雨昕有一些期望 刘雨昕呢 也可能是个意见的爱好者 因为刘雨昕的名字呢 取自于上书与共 取自于上书与共 上书与共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与习玄规告绝成功 大语的语 与习玄规告绝成功 它的意思就是大乙治水 大乙治水呢 大乙治水 非常努力的治水 终于成功的 它不只是做成天下之大功 而且成就自己的大功 所以他就说告绝成功 告绝成功 他说与习玄规告绝成功 也就是说刘雨昕呢 刘雨昕呢 刘雨昕这个名字是取自于上书与共 也就是说刘雨昕的父亲呢 可能期望他自己将来以后努力的去出取功名 刘雨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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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字是叫孟德 孟德这个其实也是出自一个尾书 是出自一个尾书 我们在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 在两汉时代有我们非常多尾书 尾书是孝殖的尾书 孝殖的尾书呢 他的名字很特别 叫做勾 gå命徐 我在之前跟大家分享 尾书大部分三个字 而且都非常奇怪的字 这个郭命绝 他就是他孝敬的尾书 孝敬的郭命绝 他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命星灌芒 休记梦皆生雨 他其实是一个传说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在竹诗纪念里面 也记录了同样一件事 他说夏宇的妈妈 现在的妈妈叫休记 那他名字休记 休记呢 他有一次出门 出门的时候看到流星 流星灌芒 看到流星呢 从这个卯石的时候 从天中飞过去 然后梦皆易感 寄雅吞神诸休记被捕 生雨于死牛 简单来讲 就是说这个大宇的母亲 大宇的母亲 他在有一天 直丑云芒 在这个卯石的时候 看到一颗非常大的流星 这个流星呢 从在卯石以后 跨过天际 跨过天际 然后呢 他梦皆易感 他的母亲呢 突然之间有所感应 有所感应 然后呢 他就吞了一颗神株 也许是饮食 吞了一颗神株 吞了一颗神株之后呢 然后呢 没有多久 他就怀孕 怀孕之后 他的母亲呢 在一块石头里 石头 在一块石头上面 生了大雨 这其实是一个 一个 孝经的 孤命诀 孤命诀 这个故事 在三海经里面 也有记录过 也有记录过 在诸师纪念里头 也有记录过 所以我们知道 孝经的孤命诀 是流行在 两汉时代的一个维书了 那这个维书呢 也是为了要能够来 说说要说明什么 天人相通 孝行感天 所以大雨的孝行感天 他传达这样的理念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大孝感动一天 那大孝怎么感动一天呢 就是这个孤命诀的理论 孝经的孤命诀 所以维书 有一些维书呢 他虽然记载一些 非常神奇怪异的故事 但是也蛮有趣味性 也是蛮有趣味性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 跟大家分享到 这个游与喜 这个非常非常特别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 唐朝的诗人 他叫诗豪 同时他也是天论 还有呢 这个六九论 这个变异六九论的作者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 这个地方 告读 诗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